哎呀不错不错 力气真大 下个月一定给你占工资啊 做这个实体店的货就是这样 都是这边自建房的比较多 全部都是要搬上楼 这个今天这个还不是很高 这是三楼 这个应该是老房子 重新装修了一下 现在今天过来给他装 一个大灯 一个风扇灯 还有几个房间灯 我们的新手师傅第一次装这种灯的话 要特别注意一下这几根管子 一般缠的是在里面的 短的是在外面的 安装这种灯一定要在下面试好店 试好了之后才可以往上面装 不要装上去了发现不亮 要拆灯就麻烦了 你看装这种水晶灯 我有那个装灯神器 但是我很少用到的 主要是懒得 拿那个东西 背来背去太麻烦了 所以这种灯 虽然重一点 但是还是可以弄上去的 没有撤退可言 加上它这个楼层有点高 所以我们举上去的时候 只要高出十公分左右 那么我们就要飞很大的劲才可以 把它弄好 为什么我们装灯的超出三米 又加这个超高飞机就是这个样子 只要它高了十公分 那么我们站在梯子上做事 那个难度就不一样了 挂上去了之后 我们这个线就在外面接就好了 接完就扔进去 这个怎么会没搞过呢 你这个也早就搞过了 这个没搞过 有啊 我都看你搞过了 这个没有梯子都没搞过 这下就要烤一烤你了 看到没有 你看有个插头在这里的 有插在这里 一个口插到这里 然后这里再随一颗螺丝 手电上来了 还说你是老师傅 这种灯越大 它的玻璃面罩也就越大 越大对我们来说 一个人操作不好操作 锁的时候我们要对角先锁这个螺丝 只要对角一锁就可以放锁了 像这种灯比较大一点的 水晶的或者低压灯 而且它的家里没有通电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先示好电 然后拍个照留底 假如它这个灯后面示了一下不亮 那么你有一个证据 它说你这个灯没有装好 但是你可以拿着照片给它看 我们这个灯是好的 有可能是线路没有接对 来来来你上去你上去我帮你拿 我帮你递工具就行 我帮你递工具就行 真的好啊 应该是两年前吧 两年前的时候我们装一个水晶灯 黄水晶那种很真实很多水晶条的 就是因为那个灯 他们叶子后面试了一下不会亮 然后他就找到厂家厂家说我们没有装好 但是我们已经是拍照存底 已经这个灯非常有印象的 已经是试亮过的 装才装上去了 后面那个电弓过来 他说他的像没有留错 那像一定是接好的 然后我这边说我的灯也是有接好的 然后一直坚持不下 你说怎么办 后来就打赌嘛 这灯拆下来 如果是你的线的问题 那么你就要付300块钱的 拆跟装的费用 如果是我这个灯是我自己没有接好 那你什么费用都没有 我拆下来 然后自己再装上去就行了 后面那个电弓也行 就答应了 后来我们就把这个灯拆下来 结果还是他那个灵像没有接好 导致这个灯不通电 然后那个电弓他就给了我们300块钱 我们是把它拆下来嘛 那时候没有装灯神器 所有的水镜条全部都拆下来 一根一根拆下来 然后再把它装上去的